继SK集团会长崔泰元的离婚官司闹上新闻版面后 南韩另一大财阀三星集团也被爆出卖股变现的消息 消息一传开 首先冲击遭到抛售的四家三星上市公司股价 周四纷纷下挫 三星前会长李建锡在2020年去世后 留下了股票美术品房地产等约22兆韩元的遗产 但因为南韩是世界上遗产税最高的国家之一 李建锡遗装跟子女必须缴纳高达13兆韩元 大约3280亿台币的遗产税 尽管可以六年分期支付 但一年还是要缴纳505亿 抵押或出售手中持股 成为南韩财团继承者筹措财源的解决方法 不过三星在今年美国CES战上 声势依旧强大 打出AI for all的口号 有进化版的管家机器人Belly 还有全球第一款8K投影机 新一代micro LED透明面板 主打生活大小事都能靠AI帮忙 权力推销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晶片产业疲软 加上家电市市场竞争激烈 三星电子年度营收 比前一年大幅下降超过80% 不过业界预测 随着今年第一季 以AI为中心的半导体需求复苏 三星电子的业绩有机会改善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